刘强东案件细节被曝光,受害者称:"我不是自愿的管道号娱乐新闻格兰塔尔罗特。 8月30日晚间刘强东在TCF银行体育场举办自助晚宴。 刘强东通过助理,定文明尼阿波利斯市区的家日本餐厅,宴请15位同学和同行人员。 受害人21岁,是10名学生志愿者中的一位,被邀请加入晚宴,他被告知是因为向志愿者们致敬。 他同意了,不过在晚宴当天发现他是唯一接到邀请的志愿者,所以他或准带一名同位志愿者的男性有人前往。 据消息医员透露,他坐在刘强东旁边。 他所带来的男性有人在那晚曾接到电话,续陪伴另一名从中国来的学员前往据该日本餐馆半小时车程的地出席晚宴,他随即离开。 受害人在犯后表示想要回家并请求刘强东的一位助理为他叫车。 该助理走出餐馆让刘强东的司机开来了一辆黑色的多功能商卧车。 一遭性侵的受害人以为是出租车并进到车中。 刘强东跟在他后面上车。 刘强东的助理坐在前座,司机将他们的到明尼阿波利斯南面的一处有青藤覆盖的宅邸外。 他下车发现并不认识自己所在的地方,重申了想要回家的意愿并且不愿进入宅邸内。 在一阵对峙后他们返回车中。 他在随后发给朋友的文字消息中这样写着,他把我拽进车里,他在车内开始有更进一步的身体接触。 我求他住手,可他没。 大约在宴里11点左右,司机在一遭性侵的受害人的住所附近停下。 他下车,刘强东随后也下车,告诉司机和助理自己很快就回来。 他打开了房门,刘强东跟着他进入房间。 他告诉警察,刘强东在屋内不顾他的反对,脱去了他的外套。 他说,刘强东告诉他,他可以就像邓文迪一样。 他告诉警察,我跟他说不好几次。 他还告诉警察,刘强东是只脱下他的裙子和内衣。 刘强东抓住了他的手臂并试着把他按倒在床上。 我们在床上扭打,最终我推开了他,跑到客厅里穿上了内衣。 他最后把我按在了床上,他压在我身上,他很重,我试图推开他。 可他在我上面,然后他强暴了我。 一遭性侵的受害人在深夜2点05分发消息给朋友说,刘强东在我床上,他昨晚强迫地把我带走了,而我没能逃脱。 我被他睡了,我不是自愿的,我想要逃。 他的一名朋友问,如果你报警的话,他能对你怎么样? 他回,他会使用他的权利,你低估了他,别报警。 受害人还给陪同他前往晚宴的男性有人发了消息,透露了遭到性侵意识。 该男性有人随后开车前往他的住所,并在外面报了警。 当警察于凌晨3点左右递达他的住所后,将刘强东带入巡逻车中并盘问了他,不过一遭性侵的受害人告诉警察他不希望他们去调查此事。 警方没有逮捕刘强东,而是开车将他送回了下榻的酒店。 他的朋友们最终说服他前往医院接受了性侵检查,并在那里陪伴着他。 一遭性侵的受害人的律师罗云称在周五的课上,学校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此事,报了警,并在周五晚上和受害人在校区见了面,记录了他的叙述。 刘强东在周五晚间抵达学校,并没有注意到有警察在,随后被逮捕并被带到了拘留所。 受害人当时已久感到害怕,不愿推动调查,而刘强东在周六获释。 然而在周六晚上,在与朋友们再度讨论后,他最终决定控告刘强东,并再度联系了警察,自热刘强东回国。